精心方塊實人化 讓你置身在超級馬利翁有幸中 好玩的任天堂樂園 不少民眾都好想去 現在就有人以商務客的名義 出國再到當地組團遊玩 國外疫情逐漸趨緩 外加入境限制少 業者透露國人以長城旅遊 歐美國家為首選 不過費用高的下人 以英國十日遊為例 原本一人約十三萬 以散客當地組團遊 一人將近四十萬 另外短程首選是日韓 像是日本九州的五日遊 同樣也是翻倍 雖然價格上漲 民眾想出國的心 卻沒有被交習 無論是工作需求 或是出國旅遊等等 今年桃園機場一到五月出境人數 從一月的三萬九千零一十七人 到五月六萬三千七百五十人 逐漸攀升 國內不少家長帶孩子 接種疫苗 不光是保護自身 也是為暑假出國做準備 可能想要去玩的一個事情 不能出國 不過國門開放有機會了 指揮官透露規劃中 特別是七加七的商務客 入境會以縮短檢疫天數為主 開放時間有望在八月 期盼趁暑假衝高國旅商機 華視新聞 林立廷 洪詩宇 楊姿宜 台北桃園報導 觀眾朋友 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